工業風的擺設 牆面還掛有木質壁掛式花台 原來這裡是老理發展署北分署的伙伴充電間 再往前走事務管理區想法交換室 也都選用木紋式版裝飾牆面跟地板 之前分署長謝宜蓉上任後進行的大規模裝修 地上辦公桌前到窗台都可見 換個角度從門口望過去 還擺設兩張工業風的低背椅 搭配黑色圓形小茶几 天花板還裝有黑色軌道燈 辦公室還運用了就業安定基金140多萬 來進行這個大新土木 我想謝宜蓉都必須要 透過後續的一個司法調查 持續的來向外界來說明清楚 私人或者是公務費 然後有沒有涉及到其他的應付的責任 這邊會相關去做業的釐清 強調會盡快釐清謝宜蓉是否花公堂 來改造自己的辦公環境 因為連主管也看不下去 他不像是一般公務機關的佈置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我們看了也很驚訝 分署長他原來的辦公環境 我們暫時不會去動他 他也不會做運用 用驚訝兩字來形容可見這裝潢獨豪華 因為謝宜蓉為11指等 看看公務員同職等辦公室 沒有公約封裝潢 就像一般辦公室基本的桌椅公務機 雜具頂多在窗戶旁擺設綠色植物 兩邊看一看的確環境差好多 另外新北地檢署也發出重大案件防止出境專刊 對謝宜蓉實施禁管 從11月22號到明年7月21號 對此謝宜蓉強調絕對會遵守處分 而據於洪部長一度說 因為配合檢調要暫緩的重啟調查 卓榮泰下令計畫造就 D&B系統東俊年宣 台北常報道 D&B系統東俊年宣 D&B系統東俊年宣